遺憾都會有啦 但我覺得就在遺憾當中成長 最後一次在奧運場上會派人無緣頒獎台 莊志淵從8歲開始打球 17歲在曼谷亞運首批國家對陣跑 深野打了7次亞運 奧運初登場在2004年 連續6屆都參加是台灣第一人 但也說本來就是為了拿牌拼奧運 沒有要湊幾屆 不會有的是我不想要打奧運這種感覺 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去再參加奧運也不一定 回顧過去參加奧運首度參加的時候 說很懵懂四年後狀況也不好 離獎牌最近的是在倫敦奧運 同盤戰惜敗傲洽洛夫 莊志淵也說小時候沒拿過第一 在我最好的時候也不會讓我得到最想要的 希望在人生下個篇章 老天爺對我好一點 當年在外嘛 那自己肯定是想要陪陪爸爸媽媽陪陪家人 尤其可能這次回去以後 會先在家裡個大半年吧 然後好好地跟他們就是在聚一聚 然後可能帶小孩子啊 然後太太他們出國 打三十幾年都沒離開 打到他確實覺得不要打了 年紀也大了 縱橫出場35年終於能好好休息 郭局在亞裕拿過鷹牌年終賽冠軍 世錦賽男生冠軍也刷新紀錄 最高排名是世界第三 這回放下球拍 不比賽還有更重要目標 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到一些進步啊 或者一些桌球環境的一些 我可以使上力的地方 然後想要去做一些嘗試吧一些事情 繼承的東西 桌者教父莊志淵選手生涯畫下句點 但還沒結束 接續會以其他身份繼續生根 桌球界 TVBS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道